中央社记者陈伟平台北17日电 有些人以为不在小孩面前抽烟就没有二手烟 国建署提醒烟害暴露没有安全范围 二手烟、三手烟对孩童危害远大于成人 可能造成呼吸道认知能力缺陷甚至致癌 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烟害 二手烟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IARC归类为一级致癌物质 根据国外实证研究指出 二手烟、三手烟对孩童的危害更是远大于成人 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儿童健康照护需求调查结果 国内幼儿在18个月大的二手烟暴露率高达55% 3%持续追踪幼儿3岁、5岁及8岁时发现 二手烟暴露率分别高达58% 9%、54%、3%及52% 另一句105年青少年吸烟行为调查资料显示 有三成的青少年暴露于家庭 二手烟中、国中、高中分别为32%、6%、男性31%、6%、女性33%、6%、32%、4%、男性31%、9%、女性32%、7%、国健署健康教育及烟害防治组组组组长罗素英表示 过去一般人常无以为只有当吸烟者正在吸烟时 旁人所吸入的烟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或认为只要打开窗户吸烟不在孩子或家人面前吸烟就不会对孩子或其他人造成伤害 但这些都是迷思世界卫生组织已指出 与吸烟者同住得到肺烟机会比一般民众高出20%至30% 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儿童更会造成或加重幼儿气喘 知气管炎、肺炎、中耳炎等呼吸道疾病 且与儿童白血病、淋巴流、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肝母细胞流等癌症有关 至于三手烟的威胁 罗素英表示 研究证实 吸烟者即使不在孩子面前抽 三手烟毒性微粒 人会残留在车子、衣服、地盘、桌面、窗帘、衣柜等处 含有至少有11种高度致癌化合物 会造成儿童认知能力缺陷 增加哮喘、中耳炎以及血炎的风险 国建署长王英伟表示 烟害的暴露没有安全范围 一人吸烟等于全家吸烟 爱家人应该快戒烟 吸烟者可咨询 二代戒烟服务于免费戒烟 专线0800-636363-1061217